今天往往正几点放你下班啊 我们去住个酒店 吃个大餐 做个厕所好不好 你干吗不穿 我给你买的衣服呀 你是不知道 工地什么好看的衣服 都穿不了 就是个建筑工人 你们那些钱啊 有点起来了 万一合适 不要 你也是要花一点点 毕竟是我第一次赚钱 我要跟你分享 我走了啊 我不管啊 今天晚上吃饭 不管有多晚我都等你啊 再说啦 你这下班速度跟下班理由 也是闻所未闻啊 他拿我当挡箭牌 你让我往后怎么面对力量 怎么面对董教授呀 那这事正让人知道吗 不知道 你叫我怎么跟他说 那你以后都不打算见王永珍 也不去松江了啊 不知道 两位 我们今天的精准顾服疗程 正好有套餐的优惠 我们要不要再加一套 不用 要加 两位都加吗 加加加加加 素素 你这叫铺沾浪费 仅此一次 以后我要是赚钱了 我说的是那种源源不断地赚钱 我们就可以天天住酒店 吃牛排 我们这样子花钱 张爱人要是看到 要心疼死了 二十年后 你要是想家常便饭呢 你就去跟张爱人吃 你要是想套餐盛宴呢 就来找我 你工作落实了没有啊 你就让我再享受几天吧 我就要去卖房子了 不会又是骗子吧 绝对不会 我仔仔细细地调查过了 绝对是本尊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精神 我比你还紧张呢 真的 翻一下 说 待会儿去哪儿 唱歌去啊 走啊 我明天不去松江了 你跟王勇正说了 我跟董江说了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不能参加 松江酒店项目的实习 我明天去办公室 给他说明 那这样会不会 很没有礼貌啊 这万一要是别的 想考他博士的人去了 你不就吃亏了 松江的项目 起码还要跟大半年 我就算这次不退出 下次也要被那个 王勇正搞死的